就你说的那个极具创新思维 其实我会有一点谨慎的怀疑 是因为你都一直在用一些特别强的词汇 比如说你避免用微商 你要用社交电商 然后你要用什么新零售 是的 我不建议你这样 这些大词会先扔掉 举例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VR VR这个眼镜 现在正在准备开始进中国 全部铺开 它会颠覆整个院线 如果你做你会准备怎么做 你首先得问价格吧 两千 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您定价在两千的话 首先要看人物画像 就是它是哪些人物画像可以消费的 然后通过这个人物画像 我们再来做它的策案 然后再去做推广 因为这个产品肯定不是辐射到 所有的像我们以前做社交电商的 这个中下平农的这个客户手里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做这个调研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客户的人物画像 然后去做我们产品的一个测案 然后再去推广 我就觉得从我的评判打分 我说你是学了一些大的词汇 也许大家都还不确定性的时候 用它来让自己贴个标签 你现在不如去落在说 我就是中层 想事干成事 我让社群 让裂变 让渠道变得更强 对吧 这些部分可能会更给你加分 对 就顺着这个石头科的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还是挺喜欢这个岗位的 都缺 但就像石头哥说的 你还要更细分一点 我给你几个选项 比方说继续做会员 很多企业都需要会员 或者做相关的培训和课程 或者直接做销售 如果在这三个里边你会选什么 如果在这三个里面选择的话 我可能还会选择培训 马静 周磊你熟吧 周磊是我们挺美的CEO 熟 对的 那个我刚给他了一个微信 然后问了你的情况 对他的评价呢 就是沟通能力和开拓能力比较强 是的 但是呢你自己讲了这么多 对 心灵兽这三个字 它的核心的灵魂 是用数据来去提线下做管理 而你最欠缺的其实是数据感 是的 你现在要调整你的求职方向 是培训为首选 对 所谓的培训就是运营培训 对 对吧 但是你看刚开始 我们看是某个业务的负责人 某个业务带业务结果 业务收入业务什么 现在到其中的一块 到培训的一块的话 你的薪酬年薪和你的岗位 其实你要不要做调整 不要做调整 说高了是吧 因为我当时要的这个 就是整个一个岗位的 就是薪资 并没有要到这个 就是运营 一个项目运营的一个薪资 就是三十万以下的岗位 你是不接受的 对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点 直接进谈线不上感激 我觉得你是聪明的 三十万值得一试 我觉得我要试一下 我觉得绝对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女孩 她对数字不敏感 她对会员的拉心 她是敏感的 所以我还是有点喜欢的 雅静 谢谢 建国一从今年开始 做C端的布局 现在我们今年刚刚启动了 杭州健康有一总部 建国一总部 就是做健康品类的 新电商加新流量的玩法 目前合作的方就是阿里 所以我们放在杭州 工作地点可以在北京 也可以在杭州 做的呢 我给你的岗位就是 社群运营培训 薪金我就给三十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就是我 那我们的团队基因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生态公司的 社交电商里面的健康品类 你可以把我想象成 我们大概有 二三十个上市公司一起做了 把所有供应链放在一起 跟左边跟阿里合作 右边跟抖音合作 就做这个大的平台运营 所以你们做健康品类的 FCN机构 假设我们今天没有达成一致 我们也有可能可以合作 OK 谢谢 没有问题了 没有了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健康有益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健康有益 好 打个招呼吧 祝福握手了 好 还好你今天碰上了他 谢谢你 再见